主料,鸡腿一只,瘦肉150克,补料,大枣8粒,黄芹15克,挡上20克,清水2碗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黄芹与挡身解断成一小段,清水泡洗一下,大枣洗净,鸡腿去皮,洗净切成茧,瘦肉皮筋切成块,将煮菜与配料放进炖中里,注入2碗清水,加盖, 大煲里注入适量的清水,隔水炖2.5小时,清甜美味的凉汤就OK了,烹饭技巧,大煲里的清水要看好,差不少干就要加水,不要加大煲烧焦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